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你们用过麦当劳的自助点餐机吗 大概两个多月之前 我刚走进麦当劳 就被一个服务员小姑娘强烈安利了这个机器 似乎每家麦技都特意安排了几个工作人员 专门负责把顾客领到这一人多高的点餐机前 还要教人怎么使用 谁想到不情不愿地试过一次之后 我居然离不开这个自助点餐机了 对于麦当劳的这个新常识 差评还是挺多的 不少人吐槽点餐过程麻烦 反而费事 尽管如此 我也变得完全依赖它了 上班前总要在这家麦技买早餐的我 再也没有去选择人工点餐 每天早晨在点餐机上用手指戳戳戳戳 居然变成了一件很让我放松的事 愉快 直到有一天跟几位同事结伴去了麦当劳 进门之后 大家自然而然地走去了 人工点餐台 而我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自助点餐机 大事不妙 这一下子我成为了怪人 为什么要去机器上点餐 小瓜惊异地问我 我随口回答她 因为方便 就这么普通的点餐不方便吗 一句话的事 为什么要去机器上按那么多次 说得也对 这次我好好想了想 真诚地告诉她 因为我不想和人说话 为什么呀 小瓜把可乐吸得呼啦啦响 我每天都来 和麦当劳的人混得很熟了 早上和他们聊几句 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 我还是不聊的话 心情比较好 我小声说道 小瓜听了 倒是患上了一副关切的表情 嗯 怎么了 是不是和麦当劳的服务员吵架了 明天你和我一起点餐吧 多锻炼才能好好地和别人交流啊 这里服务员人都很好的 我当然没有和麦当劳的员工吵架 我必须强调 他们对我很友好 我对他们也很友好 这家麦当劳的员工很热情 却也是我尤其喜欢在这里自助点餐的原因 几位常见到的服务员都是林家亲切大姐的类型 等餐的短短一两分钟也能找到话题聊上两回合 但正是这种热情让我唯恐逼之不及 我自认为并不是个内向或自闭的人 聊起天来也是滔滔不绝 不过经常会有意识地避免一些交流 这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做网约车时 从上车开始就一路装走玩手机 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 交通卡充值绝对不会选择人工服务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我甚至会特意找些无关痛痒的借口 避开和同学一起回宿舍 当然我和同学们的关系也不错 这在小瓜看来是不能理解的 在此之前 我并没有觉得这样的自己有多么特殊 而现在倒是希望他不要觉得 我是一个一直在强装外向的可怜人 我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我的这种做法 对于另一群人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第二天小瓜果然喊我和他一起去吃饭 我只好硬着头皮和他去服务台点餐了 这本来是一件不能再想的事 就是对服务员说出自己想吃什么而已 但在小瓜的热切注视下 我简直像个等着被老师打分的学生 气氛居然有些好笑 餐品打包好被递到我的手上时 我摇了摇杯子 发现可乐没放冰块 不能忍 可乐一定要加冰的 我点餐的时候特意说了要冰块啊 不好意思啊 可乐您没给我放冰 我抬手示意了一下 配餐的大姐也拿起杯子摇了摇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忙忘了 给您重新打一杯吧 没关系 在这杯里直接加就好了 我向她露出了明媚的微笑 这个笑容 我给自己打九十九分 哎 好嘞 那给您单独拿个小杯子装冰块吧 这样还能多喝一口 要不直接放进去啊 可乐会溢出来 大姐热心地提 我的内心中狂叫着 怎样都好啊 只要给我可乐和冰怎样都好 但是却再次露出了九十九分的笑容 嗯 好的 那麻烦了 等小瓜也拿好餐品 我便拉着她飞也似的逃离现场 走出餐厅 全程惊讶的小瓜 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这不是对人很热情吗 简直是春风般的温暖啊 她说的没错 而且我也知道自己会这样表现 我还为此发明了一个词 叫做 nice包袱 别人有偶像包袱 而我有nice包袱 和人接触的时候 哪怕是陌生人 哪怕是以后可能不会再见的人 餐厅服务员 写字楼的保家仪 网约车的司机 地铁里的路人 只要对方注意到我 我就会要求自己表现得很nice 其实在我的心里 并不愿意为点餐这件事产生情绪 大概我是一个情绪额度有限的人 对 情绪额度这个词 也是我自己编的 额度用光了就很麻烦 可能要花大力气来恢复 也可能变得 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 无论怎样都会让我维持不了 那个向来的我的样子 所以想把有限的额度 留给我认为应该花费的事情上 以点餐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 并不在我认为需要支配情绪额度的事件清单里 我希望这是程序化的 理想中的状况是 不好意思您没给我放冰 抱歉 现在给你加 好的谢谢 然后拿好东西走人 在点餐这件事上 我并没有安排情绪预算呢 让我把额度花费在这里 真的是很不开心 你可能会觉得 礼貌性的回应而已 这怎么就打破情绪预算了 不要忘了 我还有个nice包袱 如果别人对我热情亲切 我无法做到一句谢谢了事 甚至还要做到更热情更亲切 这个包袱让我消耗掉很多的情绪额度 就好像一个没什么钱的人还要装扩 一旦被友好对待 就会触发我的nice包袱 所以当服务员大姐贴心的给我冰块时 我的内心简直像是被打劫了 我也知道 很多人期待得到热情的服务 我当然也不能要求每个服务员 都能理解这样的纠结的我 又想做好人 又没那么多可用的情绪额度 即便如此 在小瓜进入我这纠结的模式之前 我的逻辑也是很自洽的 一直运行得很好 自知有这个问题 只要尽量避免nice包袱被触发就好了 所以我喜欢自助点餐机啊 然而我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曾经和我至少点头之交的小瓜 现在连头都不怎么点了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每次无意间对上眼神的时候 我都觉得 他看我的样子怪怪的 完了完了完了 两面三刀 惊分 不真丑 孤僻 说一套做一套 天哪 他会用哪个词来评价我 仿佛听见咔哒一声 我的耐斯包袱 又启动了 我怕你还尽量妥 他会用哪个词来语口 我都觉得你还要对上眼神的 我都不想要你 我都不想要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